墨西哥作家胡安·罗尔福的作品《佩德罗·巴拉默》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当有人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默》时 其实,不止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 其实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 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以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第一次读《佩德罗·巴拉默》时的回忆 《佩德罗·巴拉默》是罗尔福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 这是一部荒原寻根,回望百年兴衰的当代墨西哥神话 遇见罗尔福是一种幸运,遇见他的书更是一种滋养 文学说到底是关乎心灵的事 它给新的灵注入养料,给新的灵驱散黑暗 给新的灵以润物喜无声的滋补 让它变得更加饱满,更加有力 去感受更了远的生活 让我们开启阅读之旅吧 仿佛提到拉美文学 我们最先想到的会是伯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涅鲁达 与此相比,胡安·罗尔福显得非常小众 国内读者对他可能并不熟悉 正如马尔克斯在《对胡安·罗尔福的简短追忆》一文中的开篇中写道 发现胡安·罗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 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 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引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 1961年7月2日 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罗尔福的书 甚至没听说过它 这很奇怪 这也许是因为胡安·罗尔福与那些经典名家不同 他的作品流传很广 本人却很少被人谈论 尽管如此 在拉美文学界无论从影响上还是从美学成就上 罗尔福都是一位对后辈作家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 罗尔福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 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 没有罗尔福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 从罗尔福的作品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了继续写书 而须寻找的道路 博尔赫斯在其《私人藏书》序言集讲到 佩德罗·巴拉默是西班牙语各国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也是所有文学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大江剑三郎称赞 我认为最出色的作品是墨西哥的题为佩德罗·巴拉默的小说 在我的印象里 该作品说的好像是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呼吸着同一空气并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棒 那位作家可是理应位于拉美文学中心的人物啊 佩德罗·巴拉默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先驱地位的极大成之作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读来却令人几度想放弃 但同时又被挠得心痒 不得不再度重读 读这本书时 我总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漩涡 仿佛这些文字是写在风中 情节支离破碎 各个时间 各个人物 各个灵魂 随意跳转 随意飘荡 毫无章法 不过阅读这本书显然是愉悦的 它带来一种新世界的冲击 这是我2022年第一本反复读了五遍 却依旧未真正读完的书 也未真正读懂的书 在读佩德罗巴拉默这本书之前 我们当然要聊聊那位虽然不熟悉 但又经常出现在 各位名家朋友圈的作者本人了 胡安·卢尔福是墨西哥作家 摄影师 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 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 除了本周共读的佩德罗巴拉默 含有燃烧的原液金鸡 这三部小说被称为《卢尔福》三部曲 卢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农村 在孤儿院长大 贫苦的童年 磨研了他求知的欲望和创作的才华 总之在《卢尔福》出生前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墨西哥始终处在一个动荡不安 战乱四起的状况里 这让墨西哥各地许多原本非常繁荣的城镇 在一夜之间变得萧条起来 无数的墨西哥普通家庭在这两场像是没有尽头的战乱里 受到了最大的伤害 《卢尔福》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在《卢尔福》的作品中 我们能看到其作品多以墨西哥农村生活为题材 一部分写墨西哥革命 另一部分则大都写墨西哥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富者的为富不仁 贫者的救死不善 写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破灭 《佩德罗·巴拉默》这部中篇小说出版于1955年 出版后有人认为写得很好 也有人认为是一堆垃圾 《卢尔福》后来回忆到 在我生活在那儿的时代 几乎没有出版社 出一本书非常困难 即使能出 印数也很少 《佩德罗·巴拉默》出版后 谁也不理解 只出了两千册 我不得不把一半送人 《卢尔福》平静地面对这一切 然后还安心地坐他的汽车轮胎推销员 几年后 《佩德罗·巴拉默》声誉雀气 奠定了《卢尔福》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他却不再写任何小说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在托斯托耶夫斯基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现实 在卡尔维诺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预言 在卡夫卡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孤独 在加谬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荒诞 在伯尔赫斯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游戏 在胡安·罗尔福那里 写作成为一种奇迹 对于奇迹的理解 来自于胡安·罗尔福 所建立的魔幻现实主义格局 我觉得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在于实态的杂柔 另一方面在于叙述视角的变化 毫无疑问 魔幻现实主义是一座伟大的封碑 佩德罗·巴拉默 代表着深度 他用一部不到两百页的小说 完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创造 罗尔福打破了传统小说 讲究逻辑顺序的时空观 他让小说的叙述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穿梭 他让写作成为了一种 真正印象的奇迹 胡安·罗尔福说 在少年时代 我在首都感到孤独 非常孤独 那时无依无靠感到绝望 跟别人缺乏往来 这一切迫使我写作 我需要回忆那些事情 以便让他们同我自己发生联系 当我回到童年时代的村庄时 我看到的是一个被遗异的村子 一个鬼魂的村子 在墨西哥有许多被遗异的村庄 于是我头脑里便产生了创作 佩德罗·巴拉默的念头 是一个这样的村庄 给了我描写死人的想法 那里住着可以说是 即将死去的生灵 佩德罗·巴拉默 到底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如果用一段话概括便是 为完成母亲的遗愿 主人公我来到小城科马拉 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 佩德罗·巴拉默 当我到达后 发现村庄荒芜凋敝 却时常能听见擦地而行的脚步声 像风群一样压得紧紧的嗡嗡声 那里的生命好像在低声细雨 随风荡漾 通过和他们的交谈 往日的科马拉渐渐浮现 佩德罗·巴拉默幼年家道中落 靠着巧取豪夺 一跃成为统治者 然而 他唯一承认的儿子坠马而亡 历经半生渠道的爱妻 疯癫而死 他诅咒整个村庄 自己也在劫难逃 然而 这样简单的概括 丝毫不能呈现出 佩德罗·巴拉默的结构之精巧 语言之优美 他是现代小说的典范 传统的时间之链 完全打乱 没有人物标题 没有章节 几十个片段画面 是同时并列的 无时间感 以读白 对话 追趣 意识流 梦幻 暗示和隐喻等手法 诗小说 犹如由一块块 看起来互不相关 实际上 却有着内在联系的画面 相拼而成的画卷 当我翻开这本书 我就十分确信 这将会是一本 我此生会 无数次重读的书 我想说 发现胡安·罗尔福的作品 就像一个意外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仿佛是一个 无所事事的午后 中了彩票一样 那么就让我们一同开启 佩德罗巴拉默的 惊喜阅读之旅 我们了解到 在拉美文学中 堪称奇迹般写作的 胡安·罗尔福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并不是大众熟知的作家 但是他是作家中的作家 马尔克斯说 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 但是我相信 他会经久不衰 读完整本书 你会发现 作者有意识 模糊了时间线 也模糊了叙事者 正因如此 阅读难度也增加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 和阅读 本次共读的内容 会以故事为主 最后再做拆解分析 佩德罗·巴拉默 主要叙事人 又按照先后出场顺序为 我 胡安 普雷西亚多 我的母亲 多罗莱斯 阿文迪奥 达米亚娜 艾都威海斯 巴拉默 雷德里亚神父 富尔哥多 多尼斯兄妹 多罗托阿 索萨娜等 在共造这部小说的时间时 胡安·罗尔夫认为 自己采用的是 片段式的想法 在他看来 生命并非是按时间顺序 前进的过程 我们的生活 是分为片段的 有一些日子是空白 生活不是完整的 而是划分为片段的 它充满了世界 但不是一个世界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 有时若干年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于是 我们会在书中看到 每个与佩德罗人生轨迹 相交的人 出现在不同时间点 他们的出场顺序 并没有章法和内在逻辑 作者通过这些人的记忆片段 通过倒序或插序 让我们自己慢慢贫凑出了 佩德罗·巴拉默 近70年的人生 他的恶 他的仇恨 与奸诈阴险 还有他的爱 文章的开始 是我 及胡安·弗雷西亚多 接到了母亲的一个任务 我要去一个名叫科马拉的地方 寻找我的父亲 他的名字好像叫佩德罗·巴拉默 说这话的时候 胡安·弗雷西亚多的母亲 多罗莱斯 以气息奄奄 而胡安·弗雷西亚多 也打算满足母亲的全部要求 母亲说道 你一定要去看看她呀 她时儿叫这个名字 时儿又那么称呼 我认为她见到你 一定会高兴的 你千万别去求她办什么事儿 不过我们的东西 也就是说 她该给我们的 你该向她要 她该给我的东西 就从来没有给过我 孩子 她早把我们给忘了 为此 你可得让她付出代价 我一定照办 妈妈 然而 胡安·弗雷西亚多 一直没有打算 兑现自己的诺言 之后的某个时期 不知怎的 我的幻想多了起来 头脑中 老是爱 想入非非 于是 关于一个名叫佩德罗 巴拉默的先生 我逐渐 构想出了一个世界 正因为这样 我来到了 科马拉 我坐在旅车上 感知着 崎岖不平的道路 一会儿是上坡 一会儿是下坡 那时正值酷暑 八月的风 越刮越热 吹来阵阵毒气 夹带着腐臭味 有些凄凉 我看着 满目荒凉的远方 这与母亲 曾经描述的景象 有些不同 母亲的眼睛中 曾看到 一过洛斯科里莫托斯 爱口 眼前便呈现出 一派美景 碧绿的平原 点缀着 熟玉米的金黄色 从那儿 就可以看见科马拉 她使大地 泛出一片银白 在夜晚又将其照亮 我的母亲 多洛莱斯 在世事异常思念家乡 终日长须短叹 她总是忘不了科马拉 长 想回来看看 但最终未能成形 现在 儿子终于替她 了却心愿 来到了这里 此刻 前方的赶驴人 在和湖安 普雷西亚多的交谈中 知道了 我要去科马拉 看父亲 赶驴人说道 您上科马拉去 全村可要热闹热闹了 这么多年 没有人到这个村子里来 见到有人来 人们一定会高兴的 不管您是谁 大伙儿见到您 一定会兴高采烈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 平原 犹如一个雾气腾腾的 透明湖泊 透过雾气 隐约可见灰色的地平线 远处群山连绵 最远处是遥远的天际了 如果方便问的话 请问 令尊的模样 是怎么样的 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他 我对赶驴人说 我只知道 他叫佩德罗巴拉默 啊 原来是他 我听见对方 啊了一下 后来又听到 对方说了一句 我也是 佩德罗巴拉默的儿子 那您认识他吗 他是一个 怎样的人 我问道 是仇恨的化身 赶驴人一边回答 一边狠狠 抽了下鞭子 您见到了 前面的山丘了吗 半月桩 就在这小山的后面 现在 我转到这个方向来了 您看到 前面那座 小山的山峰了吗 请您好好看一看 半月桩 就在这座山上 站了整整的一座山 常言道 目之所及 皆为此地 眼睛看得见的 这整块土地 都是佩德罗巴拉默的 虽说 我俩人都是他的儿子 但是我们的母亲 都是很穷 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 生的我俩 可笑的是 佩德罗巴拉默 还亲自带我们去洗礼了 您的情况 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记不清楚了 他们聊着聊着 就快到可马拉了 胡安普雷西亚多 与赶驴人分别了 临别前 赶驴人对他说 我还得朝前走 到前面连接两座 小山的地方去 我家就在那里 您如果想跟着我去看看 非常欢迎 但眼下 您想留在这里也可以 您可以在村庄里 走一走看一看 也许还能见到 各把活着的相亲 我留在了村子里 但是我不知道 去哪儿能找到 住宿的地方 赶驴人告诉我 去找艾独威海斯太太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后来我知道了 赶驴人的名字 叫阿文迪奥 佩德罗巴拉默 同样忘记的一个 私生子 对于科马拉的现状 我也曾疑惑地问 阿文迪奥 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 空无一人 仿佛被人们 遗弃了一般 看来这个村子里 一个人也没有 不是看来 这村庄确实无人居住 那么 佩德罗巴拉默 也不住在这里吗 我听到 阿文迪奥回答道 佩德罗巴拉默 已死了好多年了 在今天的共读中 作者胡安·罗尔福 让我们看到了 科马拉不同 以往的景象 这里仿佛 没有人居住了 毫无人气 连我要寻找的父亲 佩德罗巴拉默 也已经去世了 那佩德罗巴拉默 与母亲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她夺走了母亲 什么东西 她是仇恨的化身 那她又做了 哪些恶事 而我要投诉的 艾杜威海斯太太 是否还活着呢 我们了解到 我为了完成 母亲的临终遗愿 来到了科马拉 寻找一位名叫 佩德罗巴拉默的人 她也是我的父亲 而我从她 另一位儿子口中 了解到 她是仇恨的化身 科马拉目之所及 都是她的灵地 但是 如今的科马拉 却满目疮痍 冷冷清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艾杜威海斯太太 仿佛早就在 等待我的到来 她听到了 我母亲的声音 那个声音 虚弱而遥远 飘荡了很久 才来到这里 而我告知 艾杜威海斯太太 自己的母亲 已经去世了七天 艾杜威海斯太太 听到后 表示感伤 同时又说道 你的母亲真可怜呢 她生前一定认定 自己被人抛弃了 我们曾经相约 要一块儿死的 这样可以共赴皇权 在路上 万一互有需要 万一遇到了什么困难 能够互相鼓励 不过 你可以相信 我会赶上她的 只有我明白 天堂离我们有多远 但我懂得 怎样抄近路 问题 就全在于死 一个人 想什么时候死掉 就能什么时候死掉 而不必等待 上帝的安排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 唯一的一件事是 我将在某一条 走向永恒的大道上 赶上你母亲 后来 艾杜威海斯太太 和我聊到了 母亲出嫁前的故事 以及自己 差点成为了我的母亲 凡此种种 遥远又飘渺 眼前的女人 我想她一定度过了 很多艰难的岁月 即使自己的母亲 从来没有提起过 艾杜威海斯太太 她面色苍白透明 没有血色 双手苦干 布满皱纹 她穿着一件白色 亚麻布外衣 脖子上挂着一个 用线穿起来的 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上面写着 罪人避难处 艾杜威海斯太太 是如此善良的 我想起了 艾杜威海斯太太 说的那句话 你的母亲 多罗莱斯 一直仇恨佩德罗巴拉默 佩德罗巴拉默 欠下了许多债 为了偿还 她心生一计 娶了最大的债权人 天真烂漫的 多罗莱斯 也就是我的母亲 那天 神父索要六十笔锁 承诺不把事情 走漏出去 佩德罗巴拉默 安排了管家去告白 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佩德罗巴拉默声称 非多罗莱斯不娶 但他在娶了多罗莱斯后 又强行霸占了他的财产 在艾杜威海斯的叙述中 我们知道了 原本多罗莱斯 有一双铅合的眼睛 但是渐渐失去了光 多罗莱斯被娶过门后 佩德罗百般折磨新婚妻子 用无尽的家庭琐事 磨缠她 把她当驴当麻使唤 迟到有一天 多罗莱斯 讨回娘家姐姐那儿去 借住下来 与姐姐相依为命 之后便永远离开了半月庄 最后多罗莱斯在怨恨中 凄惨死去 我继续在这个村庄游荡 母亲描述她记忆中热闹平和的小村庄的声音 再次在耳畔响起 但现实却是空荡荡的牛车驶过 缓缓消失于漏斗样的黑暗中 艾都威海斯太太离开房间后 我时醒时睡 听见科马拉村庄 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尖叫 这声音拖得很长 像是醉汉发出的哀嚎 啊 人生不值得 万籁俱寂 这夜半突来的呼声 仿佛把地球上的空气 都给抽光了一样 没有一点声音 连喘气和心脏跳动的声音 都听不到 似乎连意识本身的声音 也不存在了 当我准备再次睡去的时候 叫喊声又出现了 放开我 哪怕受绞刑的人 也有蹬腿的权利吧 此时 一个叫达米亚娜的女人出现了 我出生时 她曾负责接生 产婆达米亚娜告诉我 呼喊声来自于一个叫 阿尔德莱德的人 她在这个房间被绞死了 然后行行人封闭了窗户 直到她的尸体僵化 这样一来 她的躯体永远得不到安息 绞死阿尔德莱德的命令 是佩德罗下答的 佩德罗为了侵占阿尔德莱德 在半月庄的土地 达米亚娜说 这个村庄处处都有回声 这种声音仿佛被封闭在墙洞里 或是被压在石块下 你一迈开步 就会觉得这种声音 就跟在你脚后跟后面 你有时会听到 咔嚓咔嚓的声音 有时会听到笑声 这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笑声 好像已经笑得烦你了 还有一些声音 因时间久了 有些听不清了 这种声音你都会听到 我同样告知她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 也许是伤心而死的 因为她生前 总是哀声叹气 达米亚娜说 这样做最不好 每叹一口气 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 吞掉一口 人就这样完蛋了 我呼喊着达米亚娜 只听到了回声 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 站在空荡荡的街上 接着是黑影 黑影的回声 我想回去 我感到我来时留下的足迹 就像是在山丘的一片黑色中 开出了一道伤口 空荡 回声 黑影 黑暗 其实 这是一个亡灵世界 恍惚间 我来到一座屋顶已塌掉了一半的房子 地上满是破砖破瓦 在另外的半座房子里住着一男一女 他们是一对乱伦的夫妻 男的叫多尼斯 女的叫多罗托阿 绰号叫古拉卡 两人原本是兄妹 他们正准备睡觉 同时议论着我这个闯入者 这对夫妻 怀疑我是迷路了 也担心我是个坏人 他们议论着我 多罗托阿向我诉说自己的罪孽 您没有看到我的罪孽吗 您没有看到我浑身上下那些像戒选一样的身子色斑点吗 这还只是外表的问题 我的内心早已是一团泥浆了 多罗托阿不仅与胸乱伦 且帮米盖尔巴拉默物色姑娘 也就是佩德罗最疼爱的儿子 引诱他陷入玉海不能自拔 主教听了他忏悔 但不肯原谅他 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又有谁能看见您呢 整个村庄我都跑遍了 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 我回答道 被众人唾弃的多罗托阿 后来靠乞讨为生 半夜那男的借机跑掉了 他一直在等着有人来 他好趁机走掉 于是我要负责照顾这个女人 女人睡在我身旁 大腿压着我 我半夜热醒 身上全是汗水 那女人的身体像是用泥制成的 外面包着泥壳子 而这时她散架了 像是在泥坑里一点点融化掉了 我感到自己全身都浸泡在 从她身上流淌出来的汗水里 感到缺乏呼吸需要的空气 于是我从床上起来 那女人还睡在那里 她嘴巴在呼噜呼噜地吹着气泡 听起来很像是在打酣 其实这个女女人 也是一位躺在坟墓里的女人 而且我也是去了 与她同葬一个墓穴 我听到有人说 你想让我相信你是被闷死的吗 胡安普雷西亚多 那时你已经全身僵硬 像那些被吓死的人那样 全身抽搐 胡安罗尔福用了这样的一段话来形容 我遇到这些低声细语后 我的生命之弦就崩断了 这些低声细语似乎从墙上渗透出来 又钻到地缝和脱落的墙皮里去了 这种声音我都听到了 这是人声 但又不清晰可闻 这是一种窃窃私语声 我感到发冷 我想退回原地 因为我想回到那里 便能遇到原来的热气 然后走不了几步 我就发现 这寒气是从我自己的身上 从我自己的血液里发出来的 原来我是被吓死的 那些声音慢慢地聚集在我这里 直到最后使我难以忍受 因为死亡 时间便会停滞 这也应了罗尔福的时间观 人生短暂 长眠无期 在变患的时空中 死亡并无不同 只是死亡 没有对立面 没有参照物 没有任何东西 甚至虚无跟他对比 在这里既没有生命 也没有虚无本身 关于佩德罗的一生 正在慢慢揭开 佩德罗最疼爱的儿子 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佩德罗又做了哪些险恶之事 我们了解到 佩德罗哄骗了我母亲 最后使得我母亲 含恨而死 而我在科马拉 寻找佩德罗的过程中 也发现与我同行 对话的人 其实是一具具灵魂 他们不再受时间的约束 那些幽魂们 可以像活人一样 进行对话 回忆 叙述 让我们继续通过 这些记忆碎片 拼凑出佩德罗的人生 一个名叫多罗托阿的女人 对着我诉说自己的罪孽 她不仅与胸乱伦 且帮佩德罗最疼爱的儿子 米盖尔巴拉默 雾色姑娘 引诱她陷入玉海 不能自拔 米盖尔巴拉默 是怎样的人呢 佩德罗的管家 福尔戈尔 是这样形容米盖尔的 这年轻人和他老子一模一样 可是他开始得太早了 我认为他这么干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还忘了对他说 昨天有人来指控他 说他杀了一个人 他要这样下去 他最后总会毁了自己的 佩德罗对米盖尔 几乎是百依百顺的 当管家告诉他 米盖尔的所作所为时 他答复道 你就当做那些事情 是我干的吧 福尔戈尔 他是不会做出 这些事情来的 因为他还没有力气杀人 随他去吧 他还是个孩子呢 他大概才17岁 在佩德罗得知 米盖尔情杀 一个女人的丈夫后 预付赔偿金时 佩德罗认为 既然这个女人 他根本不认识 那他就不存在 这就是佩德罗世界的逻辑 但很快 他要为这样的冷漠逻辑付出代价 某天 佩德罗注视着人们 把一个用旧麻袋包裹的尸体 从外面抬进来 这是米盖尔的尸体 谁也没有惹他 是他自己遭遇死亡的 也有人说 是马害死了他 胡安卢尔福 是这样形容 看到米盖尔尸体的佩德罗 他面部没有丝毫表情 像是走了神 他头脑中此时 却思绪万千 一个念头 接着另一个念头 但后面的想法 总是跟不上 也接不上前面的想法 最后他说 我正在付出代价 还是早点开始好 这样可以早点了结 随后 佩德罗命令人 宰杀了米盖尔的小马鞠 因为他总是在 失去小主人后 五无私明 弄得人心惶惶 佩德罗一个心狠手辣 不动声色 冷静 有理性的疯子 艾都维海斯太太 是最先知道 米盖尔巴拉默 去世的消息的 这个被父亲宠溺的孩子 只有十七岁 无恶不作 草菅人命 灵霸妇女 常常与 艾都维海斯太太 同床共枕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 米盖尔巴拉默 从半月庄 去康托拉村 优惠另一名使他神魂颠倒的姑娘 他在翻阅父亲新气的围墙时 坠马而亡 他刚死的阴魂和马鞠 科罗拉多 曾返回半月庄来 与艾都维海斯告别 米盖尔托梦给艾都维海斯 说 我只是跳过了 最近我父亲叫人 起起来的那堵石墙 我让科罗拉多越墙而过 我记得很清楚 我越了过去 之后继续向前飞奔 但是 正如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 我只看见 无穷无尽的烟雾 我这次没有找到它 那个村庄 在我面前消失了 当时 天下着浓雾或烟气 康托拉村 也不复存在了 米盖尔的死亡很离奇 但也正如管家福尔戈尔所说 米盖尔自己会害了自己的 米盖尔的死亡 也引起了另一个人的回忆 他是雷德里亚神父 关于这一节的内容 胡安·罗尔福是这么开头的 雷德里亚神父 很多年后 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 在那天夜里 硬邦邦的床 使他难以入睡 迫使他走出家门 米盖尔巴拉默 就是在那晚死去的 这段话是否会让你想起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 那有名的开场白 马尔克斯声称能对 佩德罗·巴拉默倒背如流 可见这位现代拉美文学之父 对他影响至深 神父花费了几个小时 跟自己头脑中的 一些想法做斗争 他知道事情得怪他自己 得怪佩德罗 由穷小子一跃成了妇人 当时许多女人哭泣着来忏悔 坦白被佩德罗睡过 有的主动 有的被动 有的把自己的女儿 就给了佩德罗 许多女人有了佩德罗的孩子 米盖尔就是佩德罗 和其中一个无名女子所生 因女人生产后就咽了气 米盖尔才被抱回给佩德罗 雷德里亚神父等着佩德罗来忏悔 但佩德罗从来没有这样做 于是神父一次又一次失望 神父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 毕竟他靠这些妇人供养 神父回忆往事 自责不已 他去了康托拉 向主教做了全面的忏悔 主教说道 我愿意相信你是好人 相信你在当地受到众人的尊重 但光做好人还不够 罪孽是坏事 要消灭罪孽一定要狠 要不讲情面 我还想和你共度贫困岁月 与你分担每天要完成的工作 和要履行的职责 我们在这些贫困的村庄中 成了背弃之人 我知道在这里完成使命 是多么困难 但这一事实本身 是我有权对你说 不要为那些只给你一点小恩小惠 却要换取你灵魂的人服务 你的灵魂一旦操控在他们的手中 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主教不肯设神父无罪 撤销了他在半月桩的牧师职位 最后他们并肩在葡萄架下散步 主教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葡萄是酸的 神父 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块 应有尽有的土地上 可这里的一切都是酸的 我们注定如此 此后 雷德里亚神父回到半月桩 拒绝了佩德罗的邀约 多罗托阿来向雷德里亚神父忏悔 说为米盖尔搞姑娘的就是他 从米盖尔长成小伙子就开始了 多罗托阿说着 这些姑娘的人数多得我都记不清楚了 实在太多了 你想我对你说什么呢 多罗托阿 你给自己评判一下 看看能不能原谅你自己 多少次你到我这儿来 就我在你死后将你送上天堂 你不是想到那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儿子吗 多罗托阿 我告诉你 你再也不能上天堂了 但愿上帝能宽恕你 神父拒绝了多罗托阿的赎罪请求 但神父并未原谅他 神父对多罗托阿说 人单靠羞愧是难以治好疾病的 可马拉这一片土地是佩德罗的 这里的人们又被佩德罗支配着 她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却无比深情地把爱给了一个名叫苏萨纳圣胡安的女人 佩德罗和他之间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读到了佩德罗最宠爱的儿子米盖尔 因为去优惠姑娘 不幸坠马而亡 在处理米盖尔的后事上 我们注意到佩德罗是个冷漠又理智的疯子 但是这样的疯子却藏着一份厚重的爱 她至此都深爱着一位青梅竹马的姑娘 阅读原文我们会发现在无数场景中 穿插着佩德罗对苏萨纳圣胡安的回忆 以及人们叙述着佩德罗是如何如何深爱着这个女人的故事 坟墓里的多罗托阿曾告诉我 佩德罗从来没有像爱苏萨纳那样爱过一个女人 苏萨纳嫁给她时已受尽了磨难 也许已经发疯了 佩德罗是那样的爱苏萨纳 以至于苏萨纳死后 她彻底的垮了 往后的日子里 她就成天坐在一把皮椅上 看着送苏萨纳去墓地的那条道 佩德罗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 她舍弃了她的土地 叫人烧毁了她家的农具 有的人说 这是因为她活腻了 也有人说是由于她绝望了 反正她把家里人都赶了出去 自己坐在皮椅上 脸朝着那条大路 自从那时起 土地荒废了 好像成了一片废墟 这些土地无人管理后 虫害蔓延 满目疮痍 看上一眼就令人伤心 从那里到这里 整个地方人烟绝迹 人们各奔东西 各找前程去了 正当她行将就墓的时候 仗打起来了 打的是什么 基督之战 这其实是佩德罗以往行为 与其灵魂所受煎熬的结果 而这一切又仅仅是由于死了 她那个叫苏萨娜的女人 苏萨娜 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 显然 佩德罗对于苏萨娜的爱 你可以感受到了吧 佩德罗对苏萨娜的爱和思念 藏在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处的景象里 在刮风的季节里 她想 我是在想念你 苏萨娜 也想念那座座绿色的山林 在刮风的季节里 我俩总在一起放风筝 听到山下的村庄 人声嘈杂 此时 风把风筝往前吹 麻绳都快脱手了 帮我一下 苏萨娜 于是 她那两只柔软的手 握住了我的双手 把绳子再松一松 风吹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的四只眼睛对视着 在满月的夜晚 她想 那时 时间有个硕大的月亮 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 月光渗进你的脸旁 我一直看着这张脸 百看不厌 这是你的脸 它很柔和 柔过月色 你那湿润的嘴唇 好像含着什么 反射着星光 你的身躯 在月夜的水面上 成透明状 苏萨娜呀 苏萨娜 圣胡安 当听到人们说 无法找到苏萨娜时 她说 即使大地将她吞了 也要找到她 她想念苏萨娜 却又感伤 自己永远得不到 所爱之人的回应 你躲藏在几百公尺的高空里 躲藏在云端 躲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苏萨娜 苏萨娜 你躲在上帝那无边无际的怀抱里 躲藏在神灵的身后 你在那里 我既追不上你 也看不到你 连我的话语 也传不到你的耳机 我等你回来 已等了三十年 苏萨娜 我希望得到所有的一切 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得到能得到的一切 这样 除了你的愿望之外 我们就没有别的愿望了 苏萨娜和佩德罗巴拉默 是青梅竹马 苏萨娜嫁作他人妇 她非常爱她的丈夫 然而丈夫早逝 她成了寡妇 最后又被父亲霸占了身体 苏萨娜是一个可怜的姑娘 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苏萨娜疯了 整日孤孤隆隆 风言风语 回忆往事 回忆丈夫的温存 她才能感受到甜蜜 佩德罗将苏萨娜的父亲 掉到一片远矿区杀死后 终于将深爱多年的苏萨娜 娶回家 自从苏萨娜来到佩德罗身边 她总是时而醒着 时而睡着 仿佛陷入无尽的痛苦 佩德罗望着眼前深爱的女人 带着无穷无尽的不安和焦虑 她原来以为是了解苏萨娜的 即使情况并非如此 苏萨娜是她在世界上最爱的女人 难道有这点还不够吗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她离世时 苏萨娜可以用她的形象照亮自己 抹掉所有其他的记忆 但是 苏萨娜圣胡安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 这是佩德罗巴拉姆 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一件事 尽管她爱了苏萨娜这么多年 但是 佩德罗一辈子也不明白苏萨娜的心 不明白她的世界 她的抑郁 不明白她为何发疯 她要的是什么 苏萨娜圣胡安临死之前 和她母妈对话 母妈相信天堂和地狱 苏萨娜认为 生活就是罪孽 她只信地狱 最后 苏萨娜说起 自己和王夫 曾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 这仿佛是她清醒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神父来给苏萨娜圣胡安 做最后的临终岛 但苏萨娜请求神父离开 认为不需要宽佑她的罪孽 她内心平静 最终陷入了黑暗中 十二月八日的早晨 是一个灰色的早晨 人们被阵阵钟声惊醒 这一天是苏萨娜的死日 佩德罗下令将半月桩的全部钟都敲响 响彻了三天三夜 只把人们的耳朵震聋了 人们为了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 不得不大声地说话 发生什么事情了 去世了 谁去世了 佩德罗巴拉默的太太 不仅大教堂的这几支钟在敲 而且基督之血 绿石自驾 还有神庙等教堂里的那些钟 也在响 到了中午 钟声仍未停止 到了夜间 钟声还在响着 钟声昼夜不停地响着 敲的方式都一样 而且越来越像 到后来 钟声便变成了一片 震耳的哀鸣 被这持续不断地钟声吸引 其他地方的人也来了 从康图拉来的人 像是来朝圣一般 有的人从更远的地方来 不知从什么地方 还来了一个马戏班 带来了杂技和飞椅 还来了一些乐师 开始时 他们像是来看热闹那样 走进村庄 但不久 他们便定居于此 以至于还有了小夜去 就这样 这一切慢慢地变成了一次圣会 科马拉顿时人声鼎沸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就像有演出的日子那样 村子里挤得水泻不通 钟声停止了 但圣会仍在进行 没有办法让人们知道 这是在办丧事 这是办丧事的日子 也没有法子让人们离开 恰恰相反 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班月庄则孤独 宁静 人们赤脚走路 低声言谈 苏萨纳圣胡安 已入了土 但科马拉知道此事的人很少 那里在举行庙会 人们在斗鸡 在听音乐 醉汉在狂呼 摸彩票地在乱叫 村子里的灯光 一直照射到半月桩 像在灰色的天空中 笼罩着一圈光环 佩德罗看着这一切 大门不出 一言不发 他发誓要对科马拉进行报复 我只要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科马拉就得饿死 每每失去一个爱的人 佩德罗都要报复 与他不共戴天的人类 他真的这样做了 渐渐地 我们从我的寻找 神父的回忆 多洛托阿 艾杜威海斯太太 管家等人的回忆 对话叙事中 仿佛看到了佩德罗的一生 他是一个恶霸 通过骗取女人摆脱债务 通过抢夺 成了半月桩的一方霸主 他一生有过无数女人 以及众多的私生子 但对青梅竹马 一度守寡的苏萨娜 爱得真挚 等了他三十年 并因他死的时候 碰上人们在狂欢 而发誓要对科马拉进行报复 这一切疯狂又荒诞 但是佩德罗又是如此模糊的 让我们一同走进真正的佩德罗 他的生 他的死 他的落幕 我们了解到 佩德罗把满腔柔情都给了苏萨娜 他深爱她 爱了几十年 但最终不得不以苏萨娜的死亡 作为这段爱的落幕 苏萨娜的离开 彻底击垮了佩德罗 佩德罗究竟是谁 佩德罗巴拉默是谁 他是一个凶恶残暴的 墨西哥科马拉农场主 佩德罗巴拉默出生于此 幼时因家道中落 做过小工 当过学徒 但是个孝顺勤劳的好孩子 同时 他也有一个青梅竹马 叫苏萨娜圣胡安 小时候 佩德罗的奶奶告诉他 你不是来挣钱的 你是来学手艺的 等你学会了点什么 你的身价就涨高 眼下你只不过是个学徒 也许有些时候 你就能捞个头头当当 为此 你得有耐心 首先要做到百依百顺 你一定要做到逆来顺受 佩德罗答复奶奶 让别人去逆来顺受吧奶奶 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在佩德罗还未成为 那个凶恶残暴的农场主之前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但是 事情发生了 他心爱的姑娘 没有和自己私奔 而自己的父亲 在一场婚礼中 不幸被误杀 由于不知道是谁 开枪打死了父亲 他后来杀光了 所有参加婚礼的人 从此之后 佩德罗对全世界怀恨在心 谁是佩德罗巴拉莫呢 佩德罗是个卑鄙无耻的浪荡子 他随意糟蹋女性 克马拉遍地都是他的私生子 佩德罗至死都深爱着 自己的青梅竹马苏萨娜 但是却一次又一次 睡不同的女人 书中写道 佩德罗又想起 今天刚睡过的小姑娘 还未完全发育好的小小身体时 他如何伤心欲绝 又幸福满满地 竭力想把她当作小苏萨娜 佩德罗是个毫无底线的父亲 他宠爱米盖尔这个儿子 尽管佩德罗不知道 米盖尔是哪个女人为他生的 不管儿子多么横行霸道 他总能让人帮忙掩盖错误 米盖尔的恶行较之佩德罗自己 有过之无不及 霸凌姑娘杀人使坏 无恶不作 佩德罗的父爱是一剂毒药 他将恶传递了下去 佩德罗是为了全力草剑人命 同时默示规则和法律的恶霸 他曾教训管家说 什么法律不法律的 从今以后 法律改由我们来制定 法律契约什么的 在佩德罗眼里是废纸一张 他将重建半月桩 乃至邻村 或他想霸占的任意地盘的秩序 佩德罗巴拉默的秩序 佩德罗经手的一切 不管土地 财物 牛马 女人 都将在他手里重新洗牌 佩德罗是个狡猾且聪明 理智又自信的疯子 他能利用一切手段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面对革命军来向他这个地主索要战争经费 佩德罗镇定自若 巧妙安插心腹于其中 剑锋使舵 掌权夺势 由匪帮混进政府一方 致使军队内部溃散 佩德罗无恶不作 在他的欺诈下 村民们有的死了 不死的只好远走他乡 以逃脱他的淫威 科马拉成了荒芜人烟的山村 当然 佩德罗是个纯情的疯子 他内心只有唯一一份真挚的情感 就是其对苏萨娜的爱情 他与苏萨娜青梅竹马 并把他视作自己灵魂的一部分 但苏萨娜好不爱他 佩德罗巴拉默的死因究竟为何 在苏萨娜离世后 佩德罗的心一点点被抽走 他想起苏萨娜最后和他道别的日子 他的身躯擦着小路边天堂树的枝条走过 随风带走了他最后几片叶子 接着苏萨娜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投入他梦中 以及他的记忆 佩德罗坐在门前的皮椅上 足足三小时 时间仿佛凝固了 佩德罗的一生 除了苏萨娜和米盖尔 他再也没有爱了 佩德罗曾为了替死去的心爱儿子 米盖尔超度亡魂 忍气吞声 像一贯被他瞧不起的神父祈求 是的 除此之外 他没有一点爱了 那天 本书开头出现过的赶驴人 阿文迪奥的妻子刚刚死去 但阿文迪奥连丧葬费也出不起 他来请求佩德罗施舍一点 却遭佩德罗拒绝 阿文迪奥头脑一阵轰响 他拔出长刀刺了过去 结局可想而知 在最初的时候 文中的我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科玛拉 寻找自己的父亲 那个根本不在乎我和母亲的父亲佩德罗 当时阿文迪奥对我说 佩德罗是仇恨的化身时 他狠狠用驴鞭抽打科玛拉空荡荡的空气 应是对那不在场的父亲的鞭打 最终 儿子结束了父亲的生命 佩德罗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苏萨娜 他叫了一声 继而又闭上了眼睛 我曾要求你回来 那时世间有个硕大的月亮 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 月光伸进你的脸庞 我一直看着这张脸百看不厌 这是你的脸 它很柔和 柔过月色 你的嘴唇宛如背着 是装饰着 十分湿润 星光把它照得色彩斑斓 你的身躯在黑夜之水中 透明的发光 苏萨娜呀 苏萨娜 圣湖暗 这就是我的死 佩德罗说 作者用了这样一段话 形容佩德罗的死亡 太阳将万物照得一片混沌 然后又使它们恢复了原状 以成废墟的大地空荡荡地展现在它面前 它浑身发热 双目几乎不能转动 往事一幕一幕地在它面前闪过 而现实却是一片模糊 突然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好像时间和生命之气也停滞了 只要不再过一个夜晚 就好了 佩德罗想 因为他害怕黑暗中处处有幽灵的夜晚 他害怕自己和半月庄 那众多幽灵关在一起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既怕的事 人们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虽然佩德罗一生蔑视宗教 不信因果报应 但他将死时 还是害怕与黑暗中的幽灵们 关在一起 最后不可一世的佩德罗巴拉末 重重地跌倒在地 身子像一座石山一样 慢慢崩塌了 故事到此结束 佩德罗巴拉末远起何处 这一切开始于早已不在人间的鬼魂 在墨西哥的文化中生死无界 按照帕斯的描述 墨西哥人却常常谈到死亡 和死亡开玩笑 嘲弄他 与他亲密 伴他入睡 对他表示祝贺 死亡是他们最偏爱的玩物 他们对死亡保持着最长久的爱 胡安·罗尔夫写道 人生短暂 长期无眠 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954年5月 胡安·罗尔夫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 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 小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 他终于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 找到了合适的笔调和气氛 作者胡安·罗尔夫说 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 我创作佩德罗·巴拉默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 就仿佛有人对我口寿似的 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指头上记下来 从内心深处讲 佩德罗·巴拉默来自于一个形象 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 他叫苏萨娜·圣胡安 苏萨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 这其实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象的 我十三岁的时候见过他一面 他从来不知此事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 也许你会疑惑 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何又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胡安·罗尔夫又能成为作家中的作家 稍安勿躁 我们继续往前走 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为何佩德罗·巴拉默这本书 影响了那么多人 我们已经读完了这本书的故事 我们就来聊聊 为何这本书影响如此深远 马尔克斯说 胡安·罗尔夫的作品不过三百页 但是他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 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那时马尔克斯已经写了 《枯枝败叶》 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恶时辰》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五部作品 然而马尔克斯却觉得自己 进了一条死胡同 他企图寻找一条裂缝 那条可以逃脱的缝隙 胡安·罗尔夫便在此时出现了 当我们读完佩德罗·巴拉默 我们会明白这本书 带给马尔克斯的震撼 罗尔夫的作品短而经 可以在几天内读完 但这只是进入其未知疆域的第一步 向罗尔夫世界的探索是文学史上一段颇为动人的旅程 《卫报》如是评价 佩德罗·巴拉默这本书的情节很简单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一个穷困少年通过巧取豪夺 成为了一方的霸主 然而他之所以出名 并非仅仅是情节 而是在艺术成就上 在结构上 在叙述上 在语言上 在对人生命运的独特思考上 佩德罗·巴拉默 是一部完全用现代小说的手法 写成的新小说 他突破了传统小说 在叙述故事时的时空观念 那是一种意识流与梦境 对话与读白 倒序和差序等多种手法 巧妙集合 让不同时间 不同人物 不同世界 在同一画面呈现 融合 消亡 要靠读者自行拼凑阅读记忆 直到最后 我们才知道整个故事的轮廓 在构造这部小说的时间上 罗尔福认为 自己采用的是片段式的想法 生命并非是按时间顺序 前进的过程 我们的生活是分为片段的 有一些日子是空白 生活不是完整的 而是划分为片段的 它充满了世界 但不是一个世界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 连续不断的过程中 有时若干年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进行描写时 就只叙述事实 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时 就保持沉默 就像在生活中那样 用这种方法写成的作品 出读时颇有些困难 但是细心阅读几次后 就会发现其中之美妙 佩德罗·巴拉默短小精炼 语言优美如师 他们简短精确有力 这些风景不仅成为了自然而然的转场衔接 同时也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生动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 曾感叹 罗尔福的文字揭示了一种 并非我们的双眼所看到的景色 而是在我们势力所及的事物后面的景色 一种从来不叙说自身 而叙说他物的景色 甚至是更加遥远的景色 这是一种形而上 一种宗教 一种人和宇宙的思想 他写平原 在阳光的照耀下 平原游入一个雾气腾腾的透明的湖泊 他写雨后的景象 从屋檐滴下的水 把庭院里的沙土滴成一个个小孔 水珠滴在顺着砖缝 弯弯曲曲往上爬的月桂树的树叶上 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响了一阵又一阵 他写佩德罗对苏萨娜的思念 我老是想起你 想起你用那双海水一样蓝的眼睛 注视着我的情景 他写人的死去 他觉得他的左手 在他想站起身来的时候 死去了 垂落在膝盖上 然而他没有理会这件事情 因为他已习惯于 每天见到身上的某一部分死去 不得不说 在胡安罗尔弗笔下 墨西哥乡村的景色 悦然至上 那能吞噬人的燥热夏季 那荒无人烟的科马拉 那爱而不得的争宁 那一点点失去的死亡 罗尔弗在佩德罗巴拉莫中 还展现出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 即在写作宗旨层面 有意识地模糊了生死的界限 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 几乎都是死人 但是他们又如同活着的人一样 对话 回忆 叙述故事 在科马拉 在罗尔弗笔下 我们体会到了停滞的时间感 或者说无时间感 千年如一日的幽灵世界 一个时间闭合的环形结构 正如我们一开始知道 佩德罗是谁 仇恨的化身 就是通过赶驴人 阿文迪奥之口道出 最终 佩德罗死去 他死在了自己的私生子 阿文迪奥手中 这也是一种时间闭环的体现 佩德罗巴拉默 也是一个仇恨与复仇的故事 佩德罗为父复仇 滥杀无辜 其私生子阿文迪奥 仇富至世负 而整个故事 是在各个幽灵的叙述中 我们才真正完全了解所有 生与死 人与鬼 地狱与天堂 那是模糊的 朦胧的 没有界限 墨西哥人对死亡和死去的人的看法 也有别于其他民族 他们不害怕死亡 每年都有亡灵节 让逝去的人 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 罗尔福正是利用墨西哥的这种传统观念和习惯 将小说中的科马拉与现实结合 荒无人烟的科马拉 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墨西哥乡村现状 令人窒息的绝望的 没有生气 没有远方 必须无 还绝望 这也应了 卢尔福的时间观 在变幻的时空中 死亡并无不同 在这里 既没有生命 也没有 虚无本身 佩德罗·巴拉默 也是开放性小说的典范 这个故事多由对话组成 人物性格特征 完全由其对话行动体现 他们利用这些描绘出了一个个画面 这些画面由读者自行想象 作者也没有任何的介绍和评论 一切全由读者自己去做结论 我想佩德罗的死亡是必然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死亡 也是必然的 佩德罗一生挚爱苏萨娜 她是佩德罗唯一爱过 却从未征服过的女人 她是佩德罗年少时候的纯洁美好 是曾经的善意 这些美好的过去 与成年后肆意掠夺的佩德罗 形成了一个对立的世界 在成年佩德罗的世界里 她自立为王 无视现实的规则 霸道地占用一切 然而心爱的苏萨娜死去了 她带走了最后的纯洁与美好 所以佩德罗也一点一点凋零 从这方面说 苏萨娜是守护着这个混乱不堪 无法无天的世界 最后一片纯洁之地的看门人 所以苏萨娜临死时说 生活就是罪孽 恶魔般的佩德罗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 花费多少时间去敲门也进不去 她没有资格拥有通过苏萨娜门飞的入场券 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想象与思索 我个人很喜欢罗尔福的这句话 人生短暂 长眠无期 书中的所有人物 我 我的母亲 佩德罗 米盖尔 苏萨娜 艾都威海斯太太 神父 活着的人 没有人能真正拥有幸福 在这片土地上 活着仿佛是一场苦旅和修行 人们生活在地狱 却害怕下地狱 人们绝望地活着 却不能思考绝望 是啊 无论是谁 人人最终走向的是孤独的宿命 没有人能逃脱 但好在墨西哥人历来对死亡豁达幽默 他们不害怕死亡 胡安罗尔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死无界的空间 一个只在人们想象里存活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 仿佛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生命的补充 和尚佩德罗巴拉默这本书 我知道自己又将重新翻开 他成了我内心最亲近的人 正如谷主麦家所说 人头攒动 世生喧哗 事象是如此热闹繁华 然而人依旧孤独 因为亲爱文学 我们宿命的变得更加孤独 所以你更要用心去找到你的亲人 作伴相随 让他们用与你相似的孤独 来温暖你 活泼你 照耀你 点燃你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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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